媽子慈悲大家好 有一位網友在媽子的討論期裡面 來問顧問說 他可不可以祈求媽子 不要讓他的老師吃果 因為老師出國去就沒有人教他 他這一門功課 特別的義式的課程 只有這位老師能教 老師出國就沒有人教他 他沒有地方寫了 他能不能向媽子祈求 不要讓老師出國去 這樣來問我 顧問回答是這樣子的 我們信後媽祖 為媽祖的信徒 就要誦讀天上聖母經 寫起祂的法要了解 因為媽祖說 修人欲則歸以聖 心殘害則罪以烈 也是說 我們去殘害別人 去害到別人 我們就是惡人 就不是媽祖的信徒 就不是媽祖的信徒 那如果去修人欲呢 我們才能歸到聖道 才跟媽祖是同道的 才有好報 所以說 你這一件事情 起心動念 是傷害別人 還是在修人欲 那如果這個老師出國去 對他的前途幫忙會很大 那我們來祈求媽祖 讓他不吃國 讓他得不到這個利益 那我們就是害了他嗎 你認為媽祖會讓你如願嗎 不會的 不會的 因為媽祖天上聖母經 後面我會講到啊 對不對 他賞善華惡啊 賞善華惡啊 你是惡殘害別人的人 他會給你警示喔 會給你警示喔 但是張善成惡的喔 對不對 所以你的起心動念 求的事情 是孫然利己的事 這是惡人做的事啊 媽祖沒有這種小孩 他絕對不會鼓勵 絕對不會保佑 所以我們起心動念 必須考慮到 媽祖叫我們要為善 修善斷惡 所以顧問呢 常常講 我們要知道 年紀關係的價值們 有所謂的惡人 惡人就是什麼 違反法律 損己利人 這個馬上叫警察抓去關啊 我們一定要離開這種惡人啊 第二種惡人呢 就是什麼 違反道德 而利益自己 這也是惡人啊 所以媽祖不會做這種事情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尊重別人的選擇 人家的選擇 是對他有利了 他才會做嘛 對不對 那你斷人家 來祈求媽祖 讓他不吃狗 你就是 甘益到人家的因果啦 那妳就 妳就 甘虛弱了嗎 對不對 來 勝年利己啦 違反道德 來利益自己啦 那還年是什麼 還年是 我們不損害別人 利益自己 就像我們好好努力 讀思考試啊 對不對 其實得做事 得博士啊 我們沒有損害別人啊 可就利益自己啊 這就叫還年啦 還用利人利己的事 叫我們做企業 都客戶好 我們也好啊 利於眾生 又利於自己 那就是還年啊 說我們為善不為人知 為什麼 當人家知道了 你得到那個讚美 榮耀了 就是利益自己 你只是還年啊 馬主叫我們做善年 善年是什麼 損己利言 所以我們熱心去幫助別人 我們很慈悲心的損害自己 去利益別人 對不對 那就是讚人啊 那究竟的損己而利人 那我們就是媽主啊 就是菩薩啊 所以我們貴因媽主要做的是 究竟損己利人 那以這種角度來看 你老實要出國 你要祝福他啊 沒有人教你 沒有關係啊 損己啊 損己啊 唯有這個老師能教你啊 你就真的放棄啊 鼓勵老師 祝福他啊 到國外去 不一定是對他有利的事嘛 我們利益他呢 究竟損己啊 甚至於我們還要贊助他 對不對 贊助他 那麼他沒有後顧自憂啊 這才是一個媽主信徒應該所謂的事 所以我們就只要檢討 修仁義則歸以勝 辛殘害則罪以烈 聖之聖之要小心小心 以上呢 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個人的潛見 請供參考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媽主慈悲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